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玩 我的世界忍者圣归 我的世界忍者圣归 今天咱们要干什么呢 是这样啊 咱们上期呢 咱们看打了个洞 今天咱们干什么 我是这样 这样啊 这几只小乌龟呢 然后在这休息一下 咱们呢 去旁边看看啊 这地方呢 我发现有一片树林 对吧 树林很茂盛 我呢想过去摘点果子 但是 大家注意看 我面前出现了一条河流 我过不去 这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呢 让小乌龟给我搭一个桥 我呢 乘这桥过去 这不就方便了吗 对吧 好 那今天咱们的这个任务呢 就是搭一座桥啊 好 那咱准备搭桥啊 我先摆上一只小乌龟 然后 我给它换个颜色啊 我不要选蓝色 我就喜欢用蓝色 然后咱们做这个搭桥程序啊 好 首先 我看啊 首先我得先拿到桥的这个素材啊 咱们还用石头算了 我多拿几十 这个能不能一下拿64过来呢 我难道只能首点吗 好 差不多了 64了啊 拿过来之后 然后 给这个小乌龟装备上 让这小乌龟 拥有石块 然后呢 让它通过这个石块呢 去搭桥 好 那咱们写今天的程序啊 new 然后呢 我把它叫做 make a bridge吧 好 这又叫架桥 那怎么架呢 咱们先看算法啊 小乌龟 让它往前走一步 然后这不就进河了吗 当然了 小乌龟 它不会掉到河里去吧 让它在 它的下方 摆一块砖 我看能摆我应该 没问题 在它下方摆一块砖 然后呢 一直摆到对岸 这就是我今天的程序啊 哎 我能上来 好 那咱们就这么干啊 我让它摆砖 一直摆到对岸去 咱们试试啊 架桥程序 首先 前进一步 然后 下砖 没问题吧 然后 再前进一步 再下砖 好 咱们看看现在的程序 是不是如我所想 我呢 往边上站也行 咱们试试啊 够 往前走 下砖 往前走下砖 挺好吧 那换句话说 这个桥 这个不是这桥 这个河 它是如果是长 二十个的话 我这程序得写二十遍 对吧 稍等啊 我先把程序退回来 相当于说 我这程序 我这个 往前移动下砖 往前移动下砖 得写二十遍 对吧 那如果它要是一百米长呢 我得写一百遍 这太麻烦了 那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有的 咱们试一试啊 我把现在程序拿掉 那咱怎么让它 很快速的 把桥扑过去呢 需要用到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循环 好 那咱们试试 什么叫做循环啊 咱们继续编码 我呢 首先用这个 因为在这个 编程过程中啊 所有的编程语言 都是一样 它都有这个循环 循环有这个编循环 有衣服循环 等等等等 有死循环 咱们呢 今天就讲一下 这个编循环啊 就这个 编 它干什么 什么叫循环呢 就是说 同样的工作呢 让这个小乌龟 在不停的做 好 咱们试试啊 我用这个编循环 就让这个小乌龟 来循环一个东西 循环什么东西 我先在这写啊 循环 前进 而且呢 下挖 这就是小乌龟 往它循环的东西 那让它循环多少次呢 我先让它循环 因为这盒有多长 我不知道 我让它循环 五十次算了 好 试试啊 循环 咱们先设一个变量 让这个变量 等于一个数字 咱们数字呢 就从一开始啊 然后呢 如果想让它循环 五十次的话 就一 大家看 一兔 兔多少 兔五十啊 这儿我写五十 好 换句话说 最后呢 给一个度 也就是说 我让一个变量 首先等于一 然后呢 让它一直循环 每次加一 循环到五十就停止 这就是我这个 负循环的意思啊 那么在这循环里面 做什么呢 让小乌龟 大家看 前进一步 然后下面摆一个 这摆什么呢 是摆一个手里的物品 就这概念啊 稍等啊 调整一下 好 咱们再看看这个程序 运行出来的结果 小乌龟准备好 准备干活 挖桥程序 Go 大家看 因为是循环嘛 所以呢 它会不停的往前挖 直到挖不动为止啊 应该说直到摆不动为止啊 它在大桥 好的 大家看 嘿嘿 它给我搭了一个桥 我呢就过来了 那么 咱们让这小乌龟 这地方报错 为什么报错 因为它还想再挖 结果下面有沙子了 它就 不是吧 它还想再搭桥 结果下面有沙子了 它搭不了了 重新报错 这没有关系 以后咱们可以避免这种错误 怎么避免呢 以后我在讲错误处理时候 会给您说到 好 那咱们先手续 让这只小乌龟 干什么 再大桥 挖回去啊 够 你看 只有两个方块的桥 咱就不容易倒了吗 咱就不容易掉下去了吗 对不对 非常勤快的这只小乌龟 好的 大家看 桥呢 已经挖好了 我呢 就能够过桥 采果子了 您觉不觉得 编程是很有意思一件事呢 好吧 由于实验关系呢 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后呢 我还会更新 我的世界编程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关注我的 消化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咯 拜拜